画面右边琳琅满目的规定 这是电影院禁止带外食的规定 现在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法规会点名 威秀 国宾 日新等知名戏院 对外食管太多 其中国宾戏院不准带炸热狗 那么隐城自己又卖热狗宝 可以卖卷饼 但是又不能带可丽饼 对消费者用两号标准来要求 现在法规会要求他们 15天限期改善 看电影带外食处处都是禁忌 业者列出一长串的清单 气味浓郁辛辣者 通通都是拒绝往来户 但是禁止带炸热狗 却又卖热狗宝 两套标准公平性受质疑 如果说怕会影响到别人的话 但是他们自己的味道也蛮重 所以我觉得如果都不要带的话 他们自己也不要卖 不要吃的话就一定要买他们的东西 然后就是 而且又卖的比较贵 所以就觉得有点 就是强迫消费者一定要买 民众大呼不公 北市法规会要罚 查出台北市34家电影院 有半数以上的外食规定有瑕疵 而且项目一大堆 可以卖热狗宝 却不能带烤热狗 不能带甜甜缺 却又可以卖吉拿棒 被点名的国宾戏院 旗下三间戏院都中标 43项禁带外食 登上第一名 王牌日新以22项第二 另外连锁的威秀影城 信仪和金战也以21项被点名 部分的业者 其实他的这个禁止的内容 可以说是包山包海 那其中最夸张的其实应该是 国宾影城 它内容不一样 但是它如果包条框是不一样的话 其实它本身会产生的味道 或是口感来就不一样 业者提出澄清 但是法规会要罚 献起数天改善 否则就处于6万到150万元的罚还 继续 安 稼 继续 让 个